大家好,我是威亚,点赞本视频,出门就中五百万,现在故事开始。 姐姐高考那一天,她痛惊地厉害,吃了妈妈给的止疼药,结果却意外地在考场上猝死。 三年后我也要高考,妈妈又递给我一片止疼药,告诉我吃了就不疼了。 没想到我跟姐姐一样,也在考场上猝死了。 再次睁开眼,我回到了姐姐高考的那一天,看着她把止疼药放进嘴里。 我急忙跑过去把她推倒,喊道,姐姐,别吃这个。 高考前,我收到了一个信息,发消息的人竟然是我去世三年的姐姐,江畔。 小芝,不要参加高考,还有,小心爸妈,语音戛然而止。 姐姐的声音听起来匆忙而慌乱,似乎害怕被人发现手机掉落在地。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这是姐姐的声音,她比我大三岁。 性格稳重,学习成绩优秀,我们姐妹感情很好,除了上学,几乎没有分开过。 可就在她高考那天,她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的路上就去世了。 在记者和家长的注视下,我捧着花向姐姐跑去,想做第一个祝贺她的人。 可姐姐却突然面色苍白,呕吐出一大口鲜血,摔倒在地上。 众人都在看着,我像是疯了一样冲向她。 姐姐,你怎么了?人群中,我手里的鲜花被踩得稀烂,记忆里只剩下大片的空白和耐数不成样子的话。 就像姐姐的生命一样,转瞬即逝。 小只,怎么了?妈妈在外面推开房门。 我想起姐姐的语音,故作镇定地回答,没事妈,提太难了,我有点烦。 斑驳的房门吱哑一声,露出一条缝隙,妈妈的脸在黑暗中变得模糊,太累了就休息一下,别累坏了脑子。 我猛然一惊,想起妈妈曾说过,往后小只上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能省则省。 三年前,姐姐的死给我妈妈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曾经优雅温柔地她一夜之间白了头。 面对我时,却小心翼翼地隐藏忧郁,我有些恍惚,竟然因为这条语音,开始怀疑妈妈了。 白天老师还当众夸赞我的成绩,认为我冲击清北,很有希望。 更何况,姐姐早已去世,怎么可能给我发语音。 我晃晃头,把杂念从脑海中清除出去,快要高考了,我要带着姐姐的心愿,走上更高更远的路。 晚自习时,我突然来了例假,这次腹痛得格外厉害。 我想坚持,班主任见我脸色苍白,急忙劝我回家休息。 打开家门,漆黑一片,妈妈的痛苦啜泣从房间里传出。 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了,你还要逼死另一个吗? 这是为他好,一向严厉的爸爸冷冷地说道,回应他的,是妈妈压抑的哭声。 我心里一沉,不小心发出了一些动静,房间里安静片刻。 爸妈走出来对我微笑,小芝,今天回来这么早。 我的视线在妈妈脸上停留了一瞬,没发现什么异样。 来历假了,肚子疼,妈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沉默片刻后,她为我倒了杯温水,接着拿出药瓶。 倒出两片送到我嘴边,温柔地说,小芝,这是妈妈特意找医生开的营养神经的药,可以止疼,你不是经常说痛经吗? 我警惕地后退两步,妈,老实说了,高考前不让乱吃东西。 妈妈的手微微颤抖,她低垂着眼帘,眼角泛起一滴泪。 这样你姐姐也吃过,妈只是想你姐姐。 我心中一颤,接过止疼药,吃了下去。 姐姐,一直是家里不能言说的痛,她是那么优秀的女孩,而我只能沿着她的脚步,尽量多向她一些。 高考那天,我吃了妈妈给的止疼药,自信满满地走进考场。 可坐着提时,我的精神却越来越恍惚,脑海里,姐姐的声音清晰传来。 小芝,不要参加高考,眼前的题目越来越模糊,姐姐的脸却愈发清晰。 她站在我面前,脸色苍白地捂着肚子,裙子上滴滴答答落下的液体,是红色的。 小芝,小芝,不要参加高考,姐姐的嘴开开合合,最终眼前一片漆黑。 耳边不知响起谁的尖叫,快,这位考生晕倒了,快打120。 再次睁开眼,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卧室。 姐姐拿着文具袋,乖巧地接过妈妈手里的止疼药,正要送入嘴中。 乖女儿,好好发灰,我们在考场外等你,妈妈慈爱地看着她。 这是三年前,姐姐高考的早晨,我快速从床上一翻身,掉在地上。 小芝,怎么了,我妈手忙脚乱地跑过来扶我。 看到姐姐因受惊掉落在地上的药,我松了一口气,没错,我这是故意的。 直觉告诉我,药有问题,我扶着妈妈的胳膊站起来,一蹶一拐,走到姐姐面前。 这是我三年未见,日思夜响的姐姐,此刻她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我颤抖着,伸出手想抱她,却又害怕泄露情绪,我假装跟她说加油,把药片踩在脚底,一向敏锐的姐姐垂眼扫里眼地面,欲言又止。 妈妈,见姐姐手里空荡荡地,松了一口气,我的心咯噔一下。 妈妈怎么会害我们呢?那止疼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和姐姐吃过药不久,都猝死了呢? 我顾不得脚腕的疼痛,借口同学找我有事,一拳一拐地冲出家门。 此刻还没到姐姐进考场的时间,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先爸妈和姐姐一步,来到姐姐高考的考点。 陆陆续续有考生和家长在校门外等候,我环视一圈,找到了在门外等候的救护车。 你好,我是五号考场考生的家人,她高考前身体不舒服,能否请您准备好,有一场立刻抢救。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紧张的心情并没有松懈,拿着早上的止疼药冲向药品检测中心。 我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将一切安排妥当后,我气喘吁吁地回到考点。 爸妈看到我,脸上带着淡淡的责备,你姐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还到处跑。 我没说话,只提心吊胆地望向安静的教学楼。 如果不吃这次药,姐姐会没事吗? 紧张的一上午很快过去,如果一切都按照上一时发生,姐姐大概会在下午走出考点时出事。 中午的时候,姐姐回到家里吃饭,妈妈照就递给她一瓶止疼药。 我心里焦急地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睁睁地看着她把药片吞下去。 妈,我的脚踝好疼啊,我做出一副痛苦的模样,脚踝上红肿的厉害。 那是我早上故意扭伤的,生怕看不到效果,又拼命活动的结果。 我妈立刻露出紧张的神情,怎么会这么严重呀? 她翻找了一遍房子,突然拍了拍脑袋,糟糕,家里没有跌打扭伤的药了。 我去买点,等她走后,我才慌忙,冲到姐姐面前。 姐姐,快把药吐出来,姐姐对我露出狡黠的微笑。 张嘴给我看她藏在舌头下面的药片,我再也忍不住,紧紧抱住她失声痛哭。 我的姐姐,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我们之间的默契只需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就能明白。 姐姐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抬手温柔地擦拭我脸上的泪水。 姐,别吃,你会死的,我哭得崩溃,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这要有问题,你别吃。 姐姐的眼中闪过一丝震惊,随即变得清明,她看着我,明亮的眼眸中闪烁着泪光。 小芝,姐姐知道了,我猛然看向姐姐,心里沉得像灌满了冷纤。 这个表面温暖的家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只有我死了,你才能活下去,我激动地看着姐姐。 不,不是这样的,姐姐,你知道吗,三年后的今天,我也死了。 姐姐的瞳孔骤然收缩,脸上浮现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我把我重生的事情,以及高考前妈妈让我吃纸腾药的事,一股脑地告诉了姐姐。 为了让姐姐相信,我急匆匆备了几个高考知识点。 此时刚刚中考结束的我,从未翻开过高中的书籍,更别提背诵了。 看着我双眼通红,生怕姐姐不信的样子,姐姐显得有些无措。 她慢慢地卷起衣袖,挽起裤腿,让我看她的皮肤。 我惊恐地发现,原本光滑细腻的姐姐,竟然长出了一层又长又密的汗毛。 紧接着,我又看到姐姐脖梗处异常吐起的喉结,怪不得高考那段时间,明明天气炎热。 姐姐却总要穿长袖长裤,她明明最喜欢穿裙子。 小只,爸爸妈妈在做一项实验,姐姐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原来,姐姐早在一年前就开始服用药物,时间比我早得多。 起初,她以为这只是妈妈说的营养脑神经的止疼药,可服用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化,先是经期紊乱,接着慢慢停经。 姐姐没有在意,以为是高考压力太大造成的。 直到有一天,她半夜因为考试焦虑失眠,起床复习时,路过爸妈的卧室。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声音压得很低,姐姐只能从直言片语中拼凑出大概的故事。 原来,我是双性人,虽然我外表看起来是女性,但体内却有更多的男性基因。 如果不做手术,我大概只能活到三十多岁。 爸爸妈妈害怕我接受不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苦苦隐瞒多年。 多年前查出我病情的医生对我的病例十分感兴趣,提出在我成年后免费为我治疗。 但治疗的前提是,她要用我姐姐的身体做一场药物实验。 医生向我爸妈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场实验不会危及姐姐姐的性命, 并且可以在我手术后停止,我家并不富裕,爸妈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不知道姐姐在听完那场对话的晚上,心里是怎样的感受, 只知道持续的药物早已让她的身体承受不住。 姐姐,我不要做任何变性手术,我就是女孩,我也不想让你再吃那个药了。 我哽咽着,紧紧抓住姐姐的衣袖。 如果姐姐吃药是为了让我做手术, 那为什么三年后高考那天,我也会突然猝死呢? 明明我只吃了三天的药,我到底是不是双性人? 没等我细想,妈妈买药回来了,看着她蹲在我脚边,满脸心疼地为我涂药。 我思绪混乱,不知道自己看到的究竟是真是假。 下午,最后一场考试如期而至, 全家人目送姐姐走进考场, 我的余光清楚地看到爸妈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急切。 他们在期待什么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手心和讹角已经布满细汗, 此时距离姐姐出考场的时间越来越近。 这一次,还会重蹈覆辙吗? 我偷偷望向身旁的爸妈, 他们的脸上已是不加掩饰的兴奋。 我不由地握拳,爸妈, 姐姐成绩这么好,肯定能考上清北。 爸妈同时一愣,妈妈尴尬地连声笑道, 那是当然。 你姐姐从不让我操心? 是啊,姐姐从小到大聪慧懂事, 你们为什么还要伤害她呢? 可我清楚,在所有一团彻底揭开之前, 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 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 与此同时,我的心狂跳不已, 那不是姐姐寒窗苦读多年的胜利乐曲, 而是宣告她命运的死亡之声。 我冲向考场门口, 死死盯着教学楼的出口, 呼吸变得急促而不规律, 姐姐的身影出现了。 和上一世一样, 她是第一个走出考场的考生, 她的脚步轻快, 面色红润,似乎并无一样。 我稍微安心了一些, 近了,更近了, 我的眼中绽放出光芒, 紧接着下一秒, 骤然熄灭。 姐姐在距离我两步的地方晕倒了, 我眼前一黑, 双膝一软, 瘫倒在地, 还是太晚了吗? 是我太天真了, 少一天的药量, 也不会改变姐姐的命运。 可是上天为什么让我在姐姐高考, 这天醒来? 难道只是为了让我再次经历这痛苦的循环, 人群的惊呼声, 混杂着嘈杂声和救护车的鸣笛声。 无数人在我身边来回穿梭,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刺痛着我的大脑。 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努力地拉回我的思绪。 我呆滞地站在姐姐的病床前, 病人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现在陷入了深度昏迷。 随着医生的声音响起, 我猛地睁大眼睛, 医生, 我姐姐真的没事吗? 没什么大碍, 注意休息就好。 医生回答完, 还不忘调侃一句, 你们家两个女儿感情真好, 看把这孩子吓得, 爸妈勉强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回应他。 我走上前握住姐姐的手, 她的睫毛轻轻颤动, 睁开眼睛, 冲我眨了眨眼, 脸上毫无虚弱的迹象。 爸妈甚至来不及关心姐姐, 借口缴费, 匆忙离开病房, 我是在装的。 姐姐小声说道, 我泪流满面, 姐姐,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上一世的事情又要重演了, 不搭好戏台, 主角怎么开唱呢? 姐姐意味深长地说, 我俩对视了一眼, 由于姐姐长期处于备考状态, 身体素质确实太差, 只能遵医主住院观察。 我和妈妈开始轮流陪护姐姐, 起初, 我说我可以一直陪着我姐, 姐姐倒是不乐意了, 开玩笑说她还想被妈妈单独照顾呢, 我看着她的表情, 这才统一。 趁家里没人, 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发现有关于我是双性人的检查报告。 反而, 在爸妈卧室衣柜的最底层, 找到了张发黄的全英文整容广告。 我没当回事, 随手放回了原处, 就在我一无所获之时, 柜子与床之间缝隙中的药盒, 映入眼帘。 那是一盒雄性激素药物, 我拆出一片, 放在手里仔细观察, 与妈妈给我和姐姐吃的止疼药一模一样。 难不成我真是双性人, 可爸妈根本没问过我的意见, 若要让姐姐的健康甚至生命换来我寿命的延续, 那我不愿。 这时, 一通电话响起, 药物检测报告出来了, 江女士, 经何时您提供的药物检测报告无误, 我拿着那份报告单, 将上面的字看了一遍又一遍, 妈妈在高考时给姐姐吃的, 分明不是雄性激素药, 是一种会引起脑出血, 且浓度极高的药物, 他们是真的想要姐姐的命, 巨大的悲愤使我失去理智。 我要当面质问爸妈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我还是渐渐冷静下来, 重生一世来之不易, 行差踏错便满盘皆输。 不能冲动, 我要保护姐姐, 让她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 我折返回去, 买了一组针孔摄像头, 装进爸妈卧室, 连接手机。 一天后, 姐姐出院回家, 妈妈变得沉默寡言了不少, 她时常悠悠地凝视姐姐, 再将目光游移到我身上。 我装作没发现, 像往常一样, 在她身边撒娇, 她心不在焉地附和几句, 扔下一句, 好了, 早点睡。 我和姐姐对视一眼, 关进房门打开手机, 屏幕中, 惨白的月光透过窗帘缝隙, 投射在爸爸脸上, 映得她的脸苍白诡异。 你到底有没有给盼盼吃药, 妈妈眉头紧锁, 给了, 我可是亲眼看着她吃下去的。 不会是你的药不管用吧? 爸爸冷笑, 怎么可能, 那是我托人从国外买回来的高浓度药, 两颗下去, 就是神仙也难救。 她慢慢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妈妈, 你看着她咽下去了吗? 妈妈表情一凝, 盼盼这么大了, 我检查她的嘴。 她不怀疑吗? 这句话显然提醒了爸爸。 半晌, 她慢悠悠地问, 她是不是早就发现了? 妈妈愣了愣, 不可能, 两个孩子都单纯地狠啊, 屋子里没开灯, 我们看不清爸爸妈妈的表情。 黑暗中, 我似乎看见妈妈的视线, 在监控处停顿了片刻, 许久, 妈妈的声音又响起, 要不, 这是算了吧? 爸爸的声音突然变得扭曲, 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一步, 不可能算了, 收起你的心软。 妈妈有些迟疑, 可是错过这次机会, 探判她就要上大学了, 平时不在家住, 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那就给她报本地的, 那她就能天天回家了, 听到这儿, 我气得浑身发抖, 姐姐的成绩足以考上清北, 爸爸却为了要她的命, 让她报考本地大学, 我们本地大学, 可是一所三本院校, 我心疼地看向姐姐, 她白皙的脸上, 已经笼罩上一层阴影, 只有这笔钱到手, 我们才能开展下一个计划, 爸爸的声音兴奋而癫狂, 与平日里的温润截然不同, 我一时有些恍惚的陌生, 妈妈微微发颤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来, 你真是疯了, 十几天后, 姐姐收到了清北录取通知书, 爸妈看到那封邮件, 脸都绿了, 妈妈更是维持不住虚假的面具, 失声, 怎么会是清北, 看着他们像打翻了调色盘似的脸, 我心里最后一丝温情, 也消失殆尽, 姐姐一直都学习很好啊, 当然是清北了, 妈妈死死盯着我, 试图从我的脸上看出些什么, 然而要让她失望了, 自从听到那晚的监控, 我和姐姐日夜防备, 果然发现妈妈偷偷改了姐姐的高考志愿, 我在截止报名的最后几分钟, 把学校重新改了回来, 妈妈彻底卸下伪装, 咬牙切齿, 清北有什么好, 咱们家又没钱, 不如辍学打工吧, 爸爸点头附和, 眼看你妹妹要上高中, 也到了用钱的时候, 你妈说没错, 我下意识挡在姐姐面前, 正准备反驳, 姐姐却把我拉开, 淡定地看着爸妈, 妈妈, 清北是我的梦想, 我是不可能放弃的, 姐姐向来温顺, 从没对家里坚定地表过态, 看着她这副模样, 我妈愣了一下, 随后又挂上满脸微笑, 上前搂住了我和姐姐, 和你们开玩笑呢, 我和姐姐对视一眼, 从彼此的眼中看到失望与警惕, 爸妈苦心经营一年之久, 绝不可能让姐姐轻易逃脱, 果不其然, 我姐很快就出事了, 爸妈借口带我姐出去旅游散心, 而我被她们以功课紧张在家学习为借口, 留在了家里, 可爸妈不知道, 我一直悄悄跟着她们, 姐姐再次住进了医院, 这次她摔断了胳膊, 她躺在病床上, 小声跟我说, 没事, 胳膊是我故意摔断的, 我倒要看看, 他们在医院里还能干什么, 我吓得心脏乱跳, 看来我姐疯起来, 比我还癫狂, 医院走廊拐角处, 我爸妈正互相埋怨对方, 我爸立声道, 废物, 让你调松娱乐项目的安全带, 你到底照做了吗? 做了, 我怎么能想到这死丫头命这么大, 我妈气得扭曲了腔调, 奸生说, 我爸阴森森地盯着她, 你不会后悔了吧, 害她的是, 你可一点也没少干, 别想批清关系, 我妈打了哆嗦, 在我爸阴冷的注视下, 向他保证, 这次一定不会失手了, 姐姐刚住院没几天, 我日夜陪护, 一步都不敢离开, 直到我妈脑了, 你姐姐已经住院了, 你也想病倒, 让我和你爸操心吗? 我这才乖乖回家, 当天夜里, 爸妈行动了, 我爸身穿白大褂, 手拿记录本, 脖子上带着听诊器, 慢悠悠地走进姐姐所住的病房, 而妈妈身穿护士服, 捧着从护士站偷偷顺来的治疗盘, 跟在我爸身后, 夜深了, 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他们就这么慢慢地推开病房门, 在我爸的注视下, 妈妈镇定地半蹲在床边, 看着熟睡的姐姐, 快点, 爸爸小声催促, 妈妈依依不舍地, 最后瞧眼姐姐姐的睡眼, 从治疗盘中拿出一支注射器, 朝姐姐胳膊上扎去, 说时迟那是快, 眼看针已经触碰皮肤, 即将插入肉里, 病房门砰的一声被踢开, 一对警察手急眼快, 刹那间制服了我爸妈, 两人被死死按在地上, 我妈手中的注射器随之滚落进床底, 与此同时, 我从窗帘后跑出来, 捡起那支注射器, 紧紧攥在了手上, 爸妈大惊失色, 你们, 姐姐睁开眼睛, 由我搀扶着坐起来, 妈, 为什么, 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 看向爸妈的表情中满是委屈与不解, 我妈眼珠子转了转, 开始装傻, 这是什么意思, 我再也忍不住怒声道, 你们想杀了我姐, 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爸妈的眼里只有钱吗, 杀了我姐, 制造出意外, 获取高额赔偿金, 曾经温馨的四口之家, 往日里的温情都是假的吗, 我爸连声大喊, 误会, 都是误会, 我们怎么可能害自己女儿呢, 我冲她举起手中的注射器, 质问她这是什么, 警察同志, 这是我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营养针, 我大女儿前些日子不是高考吗, 我就想着给她用点营养针不补, 可孩子大了, 我怕他们不乐意, 就在想着晚上偷偷给她打上, 话音一落, 我和姐姐都愣住了, 爸妈的操作实在可疑, 警察最终决定先带走他们, 而那支注射器也被一同带走, 一夜忙乱, 我和姐姐相对无言, 许久, 我才开口, 我们甚是被发现了, 姐姐脸色苍白如纸, 呆愣愣地看着天花板, 没有出生, 注射器里确实是营养液, 没过几天, 爸妈就回到家中, 对那天晚上的事, 他们并没有过多责备, 反而调侃我们姐妹两个 悬疑小说看多了, 看着爸妈笑容里隐藏了一丝晦暗, 我的心凉了半截,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 我有意无意地叹息, 真希望爸妈再给我生个弟弟, 我同学心得了个弟弟, 小小软软的, 真可爱, 爸爸立刻训斥我, 好好地说, 这个干嘛, 我妈苍白着脸, 强称笑容打圆场, 妈妈有你们两个女儿就够了,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妈妈因为生我十大出血, 摘除了子宫, 这是我们全家都知道的事, 曾经我和姐姐小心翼翼, 生怕哪句话会让妈妈联想到这件事, 可现在我不顾爸妈难看的脸色, 自顾自地说下去, 可是我同学妈妈生下她就去世了, 没有爸妈的陪伴, 不知道以后她会多孤独, 会不会有人欺负她, 放学后别人的妈妈都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 她心里会不会难过呢, 好了, 对我一向说话温柔的妈妈, 第一次冷声打断我的话, 她狠狠一摔筷子, 夺门而去, 我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追着我妈一起出去了, 我看着他们二人仓皇逃离的背影, 掏出手机叫了辆车, 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让人最快暴露的方法, 就是搞垮她的心态, 狐狸尾巴快露出来了, 爸妈最近越来越焦躁, 眼看着姐姐胳膊的伤口健好, 即将出院回家疗养, 他们时不时盯着姐姐的胳膊露出深思, 姐姐忧思过度, 时常说她头疼, 尽管我是重活一事, 逐渐接受了爸妈并非表面模样, 可姐姐毕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打击, 对她来说太大了, 妈, 我高考前吃的止疼药还在不在, 我最近头好疼, 姐姐问, 我妈正愣片刻, 随即连声说, 有的有的, 妈这就给你拿, 我坐在一旁, 表面假装完手机, 实则悄悄观察, 姐姐把药送进了嘴里, 我的心揪了起来, 几秒钟过去了, 值班医生护士, 推门沉间查房, 我立刻扑上去, 化身细精, 死死拽住走在最前面的白大褂, 医生, 救救我姐, 我妈非要乱给她吃药, 这个药有问题, 事情进展得太过突然, 我妈一时间瞠目结舌, 忘记了反应, 为首的中年医生, 不解地看着身后跟随的医生护士, 这是怎么回事, 我手机眼快地从我妈手里抢出药瓶, 这里面的药会导致急性脑出血, 我爸妈想害死我姐, 从医院额取高昂的赔偿费, 我故意放大声音, 我姐也配合我的哭喊, 发出难以置信的质问声, 妈, 上次你就和爸半夜偷偷给我打针, 你为什么害我, 一时间, 整个病区都是我们姐妹俩的鬼哭狼嚎, 我妈彻底傻了, 每天早上七点, 这是我特意挑的医院交班时间, 这时候整个病区的人最多, 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事情宣扬出去, 姐姐在病区住了一段时间的院, 我俩成功留意到今天会有领导过来视察, 于是我和我姐才演了这么一段, 我妈终于反应过来, 眼神闪烁, 你们姐妹俩又在闹什么呢, 这就是平营养神经的药, 我觉得可笑, 从来都没有什么营养药, 而我手里这瓶, 早就被我换成爸妈卧室里偷偷藏起来的脑处血药物, 不管是从舆论还是法律层面, 爸妈都躲不过去了, 妈妈瘫坐在地, 爸妈被正式收监的那天, 姐姐也大体痊愈, 即将踏上前往清北求学的火车, 我和姐姐去见了爸妈一次, 隔着听筒, 妈妈憔悴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盼盼, 真好, 你要离开了, 她的视线在姐姐的脸上凝视, 随后低下头, 轻轻是去眼角的泪, 我冷冷地盯着她, 只觉得她的反应实在伪善, 还不如旁边的爸爸, 自从事情败露, 她彻底卸下伪装, 狠狠地盯着我和姐姐, 爸, 妈, 你们为什么想要我的命, 我自认从小到大没让你们失望过, 这样你们还是不满意吗? 姐姐一遍又一遍地问, 你们真的是为了给小芝做手术, 才接受这个实验吗? 当然不是, 收到药物检测报告的那天, 我立刻去医院做了基因检测, 我根本不是他们口中的双性人, 我是个正常的女孩, 那晚的对话, 分明是他们有意让姐姐听到的, 爸爸冷笑,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 我们养到你这么大, 不就到了你该付出的时候吗? 女孩学习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赔钱货, 女孩的作用就是用来换钱, 姐姐对她最后的一丝期待也破灭了, 我健壮, 抱住姐姐, 试图给她温暖, 看着我爸不知悔改的模样, 我意味深长地说, 爸爸妈妈, 你们一定很想见个人, 话音刚落, 一个和我长相相仿的男孩, 从拐角处走出来, 儿子, 妈妈的声音几乎变调, 他甚至慌张地想站起来, 看守的狱警, 立刻走上前将他按住, 尖锐的声音掺杂着次次电流, 自听筒传来, 爸爸也慌乱地盯着我们, 他们心心念念着的儿子, 此刻一脸默然, 满不在乎地看着他们, 给我二百块钱让我来, 只为了让我探望两个劳改犯, 真是没劲, 喂, 他没礼貌地冲我招呼, 任务完成了吧, 钱什么时候能给我, 我还要去上网呢, 我的嘴角缓缓拉开一个细血的弧度, 给了他二百块钱, 他收到钱, 立刻换了副嘴脸, 笑嘻嘻地冲我白手, 老板, 下次有这样的活在找我,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爸妈彻底破防, 我爸心红着眼睛猛拍玻璃, 天赐, 你回来啊, 我是爸爸, 我妈失声痛哭, 见于他情绪太过激动, 被预警强制带离, 看着我妈满眼通红, 我的心已经没有丝毫波澜了, 打车跟踪爸妈的那天, 我来到老家的村子, 我亲眼看着爸妈, 拉着江天赐的手, 虚寒问暖, 任凭江天赐如何不耐烦, 他们都如同西式珍宝般, 耐心待他, 一番打听, 我才知道, 江天赐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出生那天, 我妈大出血, 江天赐被医生诊断为大脑缺氧, 如果后续不治疗, 就会有脑瘫的风险, 想救他, 爸妈必须支付高昂的康复费用, 这对丧心病狂的夫妻俩并没有钱, 他们商议过后, 把江天赐悄悄送回老家村子的玉米地里, 让他自生自灭, 也许是江天赐命运, 他被村子里的老官夫捡去养着, 倒也没变成脑瘫, 不知是脑缺氧的后遗症, 还是老官夫根本管不住他, 江天赐学习不好, 还染了一身恶习, 偷鸡摸狗, 打架斗殴, 是个十足的小混混, 后来, 爸妈回老家吃酒席, 发现他和我长得有气氛相像, 这才发现, 被他们弃养许久的儿子正在悄悄长大, 爸妈从老官夫手中夺走了儿子, 原本想直接带回家, 对外就说生孩子的时候被人贩子偷走了, 没想到江天赐实在恶劣, 这怎么能行呢, 我爸妈做梦都想有个儿子, 在他们看来, 女儿听话优秀, 不算什么, 早晚是要嫁人的, 儿子就不一样了, 是家里的顶梁柱, 于是, 他们想出把我姐姐改造成男孩的主意, 他们给我姐为了一年多的雄性激素药物, 原本想等我姐姐高考完, 就骗我姐去做变性手术, 没曾想后来才知道, 我姐变性后也无法传宗接代, 于是, 他们给姐姐买了保险, 想制造一场意外, 让我姐猝死, 获取高额赔偿金, 再从我身上顾忌重施, 伪造出我是变性人的报告, 让我在高考结束后猝死, 给江天赐整容成我的模样, 对外宣称变性手术成功, 那天在衣柜最底层发现的英文整容广告, 我拍下了照片, 又和我姐通过咨询, 这才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爸妈想让江天赐彻底变成我, 取代我的高考成绩, 没曾想, 我重活一世, 发现端倪, 从前, 我和姐姐被他们夫妻二人所表现出的宠爱所欺骗, 虽然生活不富足, 但我们已有了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东西, 亲情,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姐姐收回视线, 再也没看妈妈一眼, 我放下听筒, 想和姐姐离开, 等等, 小只, 妈妈紧握听筒, 大声喊我, 听筒放下的那刻, 我听到她说, 卧室的摄像头拆了吧, 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放下的手停滞一秒, 随后毫不留恋地站起身离开, 我不愿多想, 妈妈是什么时候发现我在监视她, 也不想深究她对我们到底, 还残存多少母爱, 可伤害已经造成了, 不是吗, 她是真真切切想要我们的命, 姐姐去清北上学那天, 我收到了爸妈的判决消息, 可这些都不重要了, 比起失去自由, 对他们而言, 更大的惩罚是儿子的冷漠不是吗, 此刻, 姜天赐已经如愿回到老官夫的家里, 那是赐予她第二次生命, 多少个日夜相依为命的爷爷, 姜天赐身上, 丝毫不见那天吊铃铛的模样, 她冲着我微微一笑, 二姐, 我从没想过代替任何人, 我就是我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